大家好 升旗而得讀 今天是2024年1月17日 今天是星期三 繼續來到星期三的晚上 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今天的時事 這一節要揭露香港 就是白病前身 我們跟大家一而再 再而三揭露 現在對香港 最充滿著怨氣 就是原本曾經 最支持 香港政府的人 是很正常的 當初 2019年時代革命爆發 其實有很多人 都說原本我不是很反對政府的 但是實在 太過 令人生氣 所以我們看到 那些曾經支持政府的藍絲群組 大量曾經支持政府的媒體 他們現在 對 香港 無藥可救的政府 全部都是予以譴責的態度 所以香港用白病前身 來形容 其實也 相當之合理 這一節我們要揭露 香港 就是男性平均年齡 忽然之間暴跌了三年 女性也不見得很好 不見了一年 這一節我們同時也要揭露 是藍媒對香港政府的 不滿正在慢慢累積升溫 我們說之前請大家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的工作 請記得繼續按like 用社交媒體 繼續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優先保障了你的個人安全 還有個人資料安全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請各位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可的聽眾記得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和大家也研究過了 我們作為時事 經濟政治評論的節目 當然不只是說政治 但是香港有很多問題 實在難以 是跟政治可以脫離的 本身 關心 就是 經濟和生活 是人之常情 但是關心生活和經濟 你完全不讓別人說 跟政治問題相關 這個 就是偷換概念 徹底 明明是有關的東西 你無視他 歸根究底 香港政府 推出垃圾徵費 引來大量的反抗 大量的反對聲音 到最終 一意孤行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在於沒有選票的壓力 所以 怎麼會跟政治沒有關係呢 這節要說的不是垃圾 這節要說的 是稅數的問題 藍梅也忍不住了 要出來揭露 說溫辰送也不走 溫辰也說 是疫症 安老支援也不足夠 正常啦 大量的人離開 下流回大量上年多的人留在香港 政治爭拗難優 政治爭拗沒有了 索性回大陸消費了 你開心吧 香港經濟 貧臨徹底 也不是貧臨 其實根本就已經 失去控制 徹底沒有得救 根據 政府統計月刊的最新公佈數字 在2022年香港平均男性壽命 跌至 80.7歲 跟2021年相比 足足不見了 是三年 香港 人均壽命數字 嚴重落後於日本還有挪威 女性的數字也一樣 也減少了 一部分 由87歲 跌至平均年齡86歲 再同年 死亡人數 突破6.3萬 創了近年新高 這當然也跟 武漢肺炎的疫情有關係 我們越來越發現 香港 基本上一直以來 跟中國大陸內地差不多 在這裏生活的人 普遍說自己支持政府的人 都會跟你說 我覺得這個地方很幸福啊 這個地方是大城市來的 我可以在這裏安居樂業 跟在中國大陸 到最後變成韭菜 的內地居民差不多 實際上 香港 跟中國大陸的分別 原來現在才發現 相當之有限 當然我們在說集中的是支持政府的人 支持政府的人 甚至乎香港人 是更加盲目的 比起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沒有對外開放的資訊 有大量的大內宣 仍然有那麼多人 知道政權 不受 信任 但反而香港是一個相對較為開放 資訊較為流通的大城市 反而有一大群 無知的藍絲 支持政府 支持政府 就是支持一個 失控的權力不受制約 其實是支持他作惡的 結果香港死亡數字突破新高 人均壽命 突破近年新低 再加上 出生率大跌 原來根據統計數字 10年 由2012年計算到2022年 出生率 大跌了超過六成 本身 就有香港 有人口老化的問題 現在不單止人口老化 是 整個 壽命 人口結構 出生率 全部出了大問題 是不是又跟我說 引入內地專裁就可以解決問題 其實內地的情況也不見得很好 內地的統計數字 也不值一提 根本就是假數字 所以你看到了香港基本上 現在的狀態 基本上是徹底失控的 每一件事 每一個數值 基本上越變越差 他經常說不准再唱淡了 不准再說跌 要說升 升的 有 死亡率 物業 寫字樓 空置率 那些就是升 所以 說升和跌是沒有意思的 問題是甚麼升 甚麼跌 整體來說 社會越變越差 令人灰心 留在這裏的人 被迫滯留的 當然對這個地方深灰而難 好了 以為留在香港會安居樂業的人 現在也叫做面如死灰 離開了的人 離開了的人當然也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香港除了有大量的中產和富戶離開 可能他們的經濟比較良好 如果一般 基層市民 移民去到新的地方 我們也認識很多這樣的朋友 當然還有很多人聽眾 現在以我們所知 大多數的香港人都開始投入勞動市場 由於我們是新移民 當然 多數都只能夠做基層的工作 即是很多由南嶺做起 可能送外賣 送貨 開Uber 做工廠 做超級市場等等 如果你真的覺得 職業有分貴賤的話當然你會覺得好像很慘 移民 做完這些工作 去到外國 真真正正生活了一段時間的人就會知道 首先第一 這種觀念 其實 在西方社會 是很薄弱的 即是說 你做這些技術人員 香港你喜歡做藍嶺 實際上 第一 社會地位根本不算差 而且 社會覺得你願意做一些所謂操縱的工作 是幫其他人分擔了責任的 即是說其實他們對你的工作是很尊重的 所以 改變 觀點和角度 其實所謂做藍嶺工作 根本一點也不失禮 再加上這裡本身就是一個喜歡DIY 的地方 可能在香港生活的人 尤其是所謂讀書人 大學畢業 出來坐寫字樓 又有冷氣房坐 你從來都沒有拿過電鑽在手 但是 在外國生活 不只是英國 包括加拿大 澳洲 美國 你拿起電鑽和電鑽 基本上是每一個人都認識的技能 所以有很多 在傳統香港的觀念 根本在外國並不適用 例如小時候跟你說 小時候不讀書 帶了做運輸 在這裡 小時候有讀書 帶了 也是繼續做運輸 是很正常的 這個運輸行業 例如HGV 那些巨型貨車 巨型貨車非常之短缺是長途司機的 而且 貨車司機的收入相當高 不過香港 的貨車牌是不能夠直接轉換過來的 所以如果移民外國生活 本身的職業也算不錯 但是需要在本地重新考牌 以我所知 牌也挺難考的 因為足足有四個部分 我們說回香港問題 香港的數字 出現暴跌 是有原因的 當然跟這個地方真的是百病前身 是有關係的 種種的社會問題經過了差不多 10年的爭拗 從2014年的和平佔中 你不聽 再到了 2019年 來到今天 你說有哪個社會問題 是解決了的 你告訴我 我真的看不到的 藍絲的聽眾 我知道這個節目 總是會有些 藍絲會聽的 你苦心自問 到底香港這10年 解決過甚麼問題 你覺得是很出色的 每次有問題 你就說人家 反對是因為收了美國錢 說了10年 到今天也拿不到證據出來 連黎智英的案件 也拿不到這種證據出來 那麼你說是不是百病前身 根本沒有一種病是曾經好過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PIA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選擇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在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是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在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又不夠鹹 我來看不太敏 do